这个角度看上去应该是 孟天仓和我们组合体 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现在 并没有发生角度的转变 而是整体组合体进行 组合体要建立一个 重力梯度的稳定的一个姿态 这个动画就很明显了 原来是平行于地表的 现在变成垂直于地表 这种调资的过程中 太阳能翻版也是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对 太阳能翻版的 都是处于零位 归零的这么一个位置 就是水平的保持一个零位的作用 它的主要是保证 我们的翻版的版面 和我的大气是 就是飞行方向是平行的 好 这是下一个步骤开始了 停控指令是组合体停止姿态控制 所于自由飘移的一个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稳定的姿态 因为它已经停控了 对 接环推出到位 那现在就进入了 两舱分离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看这个蓝色 蓝色的区域就是转位机构 北京舱体转动开始 指令发出 孟天实验舱转动开始 好 孟天实验舱转动开始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已经是孟天舱和核心舱脱离 完全脱离开来 对 完全脱离 通过转位机构实现这个刚性连接 所以我们这个转位机构的设计 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人体工程学 很像一个人体的手臂 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对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孟天舱基本上是在 我们主要用到大机器臂的 左部的一个相机 来监测我整个的一个转位的过程 好